根据了解 金马鹏三里岛地区 救护航空器驻地背勤 以及运送服务计划 澎湖是在107年8月1日 临时起驻地完成 这个10年计划 第一期的4年期限 即将在今年7月到期 而所需新订定新契约 而针对了这次新订的契约 议长刘成昭林表示 不再由卫福部以及离岛三县 与航空公司签订共同的 劳务采购契约 而是确定由各离岛县政府 自行负责招标事宜 未来请县政府尽速严拟 本县后送需求说明书 并依据县政府采购法 上网进行公开采购 让直升机紧急后送 驻地案能早日定案 以确保需要医疗后送的 相亲权益 不过第二期的采购案 势必无法在今年7月底 完成采购签约 而为了避免出现空窗期 他要提醒县政府 务必尽速反映中央卫福部 出面协调内政部空勤总队备员 必须对本县离岛 紧急后送的机制未雨绸缪 直到评选完成正式上路 确保澎湖医疗后送不中断 同时也提供 乡亲最优质的后送服务 议长柳成昭林还说 有关金马鹏三里岛 紧急后送医疗专机服务 澎湖每年编列 亿元的经费办理 不外乎是希望 乡亲能在并发的第一时间 被后送到本岛就医 紧急时刻也能落叶归根 家属如同热锅上的蚂蚁 跑完相关的流程之后 才发现无机可搭 一定会引发激烈民怨 所以请县政府在今年7月底 合约届满而签订契约时 能针对缺失与争议 予以检讨改善 让整个计划与制度 能够做到完善尽美 以符合澎湖相亲期待 记者王海龙报道